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乔内奇 今天的节目要带您出国放轻松 带您去全东南亚最夯的三个度假胜利 澳门 香港 跟柬埔寨 也许您已经去玩过了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新玩法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到澳门去逛逛 澳门有赌场经济 现在赌场度假村一个一个盖得更为豪华更气派 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全新的度假村出现 今天的台湾真善美节目 就要带大家去看看 耗资590亿打造而成的银河度假城 再到附近的新好天地 欣赏以60亿元打造的大型水上表演 本台记者郭仁柔更独家深入后台 带您先读一块 台湾真善美 澳门好好玩 冲冲 All the boys and girls Let's party today What's your name We're coming next We're coming next What's your name All the boys and girls 澳门的博弈产业去年总体营收以235亿美元傲视全球 激进奢华的玩法在这一座小岛通通找得到 观众朋友们要注意啦 激进奢华的全新澳门即将呈现在你眼前 想要收获有澳门呢最棒的方式呢就是和我一样搭乘这种VIP型的家常理车 想要知道里面有什么配位吗 现在跟我继续乔乔就对了 哇超豪华的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啊这台呢VIP级的这个家常行李车呢总共有11米50公分那么长哦最多可以容纳20多个人哦你在这边可以开party因为它有三台的液晶电视哦可以唱卡拉OK之外呢哎这里还有两个酒吧自己是酒吧你可以巧酌一杯更特别的是呢这里还有家常型的LED灯哦可以随着音乐呢变换它的这个颜色哦 蓝天白云松柳树这里可不是长滩岛 眼前的沙滩美景其实是用350吨的白沙铺成的人工沙滩 在耗资新台币590亿元打造的银河度假城里除了这一座150公尺长的人工沙滩外 里头也有三家风格截然不同的酒店 像是来自日本的大仓酒店主打的仓人就是这个 首先这些日本餐厅呢大家一定会被这个球形的茶室哦所吸引哦 没错呢它的外型不像太空船哦仔细看哦 它这可是盒子做的哦盒子呢就是日本古时候拿来做的那个衣服啊或者是跟这个袜子的 然后在上面这边有一根一根一根的绳子非常的坚固 你看用力戳到戳户很厉害吧 然后跟着我进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日文叫做 机会 机会是做什么用的呢 你能进那个日本的神寺寺庙的时候 他们呢都会这样子取一小瓢 洗个手 洗手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就是净化你的心灵 最后把干净也洗干净呢 你就可以准备进去茶室哦 有五十年经验的白锦弥生大师说 传统的日本茶道就是要以纯手工方式将茶粉刷成泡 佩博士前后来回刷 刷到听到水声才正确 手好酸哦 因为一直用到这个筋 然后他说一定要快 然后一定要打出声音 所以很酸耶 剔出完后赶紧来品尝一口 说实话 这抹茶没有加糖 喝起来有淡淡苦涩味 搭配甜的京都和果子 就是正宗品茶方式 国际巨星马丹娜 Michael Jackson 甚至香港歌神张学友 演唱会上用过的服装和道具 没想到在澳门也看得到 走进这间以流行乐为主题的酒店 就好比走在星光大道 看看里头的总统套房 可是有180度超广角落地窗 让你一次将澳门半岛的美景 尽收眼底 房内有专业的调整吧台 在这边可以开party 等一下 这边怎么了 还有只超级柔软的圆形大床 让人忍不住想用跳的扑上去 顶级享受的按摩浴缸 当然也不会少啦 坐在里头会让人立刻联想到 有钱就好了啦 不过最受年轻欢迎的 确实这项有了设施 安美丽 你在做什么 那我很忙吗 你要当牛仔呢 这间房里面还有一头牛啊 这是在给大家玩party用的 对 现在你知道吗 在澳门最新有一个秀 据说它的舞台可是花之 六十亿台币打造的水路两用舞台 对不对 没错 那现在就大家去看 稍等待 稍等待 你不能太超过哦 摄影机不能进入 这里这里这里 所以这条线就是这条线 拜拜 我们自己进去看咯 拜拜 不要再告诉我好不好看耶 拜拜 谁家你要拿摄影机 因为有版权禁止摄影 Jason哥 不好意思啦 你就在旁边的咖啡厅歇会 等我们出来 说给你听 好好兴奋喔 不愧是这个 浩斯六十亿打造的舞台耶 整个好兴奋喔 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啊 那个舞台一下从陆地 又变成水 从陆地又变成水 效果十足 几秒钟耶 对啊 你应该在看那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跳水 真的很棒 哇 12层楼高 咻咻咻 就掉下来了 表演的真是精彩无比 不过呢 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那个飞车表演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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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当你飞在空中的时候 一般人这样飞这样帅的 帅气就飞过去了 他还可以把这个两脚 往后面这样腾空耶 没错啊 可以回忆 一笑再转过来 对 整个转个 这样180度就转回去 我觉得 太精彩了 历史约70分钟的超大型水上会演 总投资超过74亿元 成人票价从最便宜的1400块 到4700块钱都有 据说光单日的门票营收 就能冲到新台币290万元 咦 真的吗 要开先例 特别让我们非凡新闻独家 深入后台拍摄 那还等什么 走 通过秘密通道 我们来到舞台内部 演员们的服装 还有表演特级的飞车道具 据说这些舞台用的水 都是和水公司买回来 为了不让演员们感冒 都还加温到28度C 帮演员们化妆的 都是来自好莱坞的大师 甚至还有从咱们台湾来的 专业人士 负责保养演员们的假发 这样子就就就就 蹦动到水里 然后还能够紧紧地 弄住不掉 那真的是很难 也是有钓过很尴尬 那怎么办 夹罚在水里头飘飘飘飘飘飘 还好你们有YOBI的 他下次在上场的时候 然后潜水员会偷偷 要去把他抓下来 所以里面还有潜水员 对啊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跳水 跳到上面去 危险啊 下面很多潜水员 随时在准备的接人 是哦 搭乘家常理车油车盒 入住顶级动物套房 看场壮观无比的水舞秀 再到人工沙滩上 玩水打海球 谁说来到澳门只能赌 来度假也一样惬意哦 1 2 3 走